字幕 李宗盛 為什麼這麼臭? 對呀,哪有廚房呢? 哎呀,這麼毒呀 媽媽,你看看,廁所漏水 哎呀,怎麼會這樣? 女兒,你快去辦事處,叫人來看看吧 因為座廁尾河膠都掉了,所以廁所漏水 那不就要搞很久? 通常一天內就要維修好了 不會阻礙你很久 不過我提醒你們,傘和雜物不要掛在水管裡 否則很容易,最難的去水喉 一樣會漏臭水 不會這麼嚴重嗎? 要漏了一點 有時候我們家的排污設施 或者廁所裡有衛生設備 可能漏水、淤塞或者發出臭味 這些情況可能會是設施的配件路法所造成 或者是人為的因素所造成的 為了避免這些情況出現 大家就要妥善地使用設施 也要定期地做一些保養功夫 不要把雜物、垃圾或者裝修用的櫻泥水倒進去廁所裡 也不要隨便倒強水這一類腐蝕性的液體進去廁所裡 防止隔氣乾脆 而令到氣味或者細菌回流入屋裡 只是這麼簡單 就可以令家裡的排污系統運作正常 大家要記住